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余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 张玉东 张老师 欢迎余东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如何帮助嘉宾走出情感困惑呢 先来了解一下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结婚十年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现在觉得特别累 我就像养了两个孩子 他有的时候还比不上孩子 你天天就是把我当仆人看 使唤来使唤去 还总嫌我这不好那不好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这样还不是你逼的 回应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这样对我 我也不会这样 你既然已经答应补偿我 就不要这么多怨言 我现在真的要精神失常了 请你别再这么折磨我了 要么我们好好过日子 要么请你帮我 爱情只是个泡沫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林先生 32岁 来自吉林 工人 有请林先生 女嘉宾王女士 31岁 同样来自吉林 个体 来 有请王女士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说她是个孩子 对 多大的孩子 孩子也分年龄段 这个学龄前儿童 小学的 初中的 高中的 大学的 他是哪个阶段的孩子 他也就算初中的 那正好是青春期 叛逆的这个时期 很叛逆吗 特别不听话 你看看 所以咱们找准了就好办了 有孩子没孩子 有 孩子多大 9岁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一个妈妈 带两个儿子 累不累 特别累 一个青春期 一个小学的 来 说吧 说吧 成天就知道玩啊 然后黑天白天不着急啊 打电话就敷衍你 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回来 打扬的倒是挺痛苦的 就是 我不实行 他不回来啊 我特别着急 问他在哪儿还不说 最严重的是 我儿子四岁的时候 夏天 高烧了嘛 我就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能 再能干也是能力有限嘛 我邀他回来 把我孩子送到医院去 就打电话 我说你赶紧回来吧 孩子高烧了 三十多度了 这高烧特别严重 不像别的病可以脱炎 高烧可以烧出肺炎什么的 我就急忙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他接了 行 我马上 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 对面传来就是 唱歌低听的那种感觉 他答应了 我就料了在家的心等他吧 过了很长时间 一个小时之后 他还没回来 我继续打电话 他还是这边话 就是不回来 然后我特别着急 心疼我的孩子 正好那天还刮风下雨 我就实在没办法了 背着自己的孩子 去医院给孩子就医 但是孩子小 他又不配合医生打针 那孩子哭的 当时我的眼泪也是滑滑的 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心酸 干嘛去了 去KTV了 不是儿子生病干嘛不回来呢 当时他自己在家 我心里能整吗 然后我就没着急回来 那能整自己孩子生病 也得去看呢 我跟同学聚会嘛 然后我们刚到那不长时间 然后那个 我也寻思刚去 要走的话也不好 然后我就没着急回来 同学聚会重要 孩子给孩子看病重要 因为我那人就 比较喜欢在KTV的感觉 直到晚上了 我已经带着孩子回家了 他还没回来 直到半夜的时候才回来 回来应该正常的 他应该党庆党的孩子好了嘛 这都没问 倒头就岁呀 我这有这心的 这是八粮八粮的 就是你 你个不在乎我的话 你应该问问你儿子是不是 回家了 我看你们都睡着了 所以我也没打扰你们 怕你们生气 经常就是泡巴 也就是半个月十五天 然后还不容我问 说都谁谁 不容我说他 我要说了 捡了 这那十五天 他也不回来了 你本身你小心眼 然后我要说上KTV 跟谁谁去 你回来你就一顿发牢骚 然后又生气 又开始发脾气 所以说我也不敢说 你不回家的结论是 因为你怕他说你 所以你不回家是吧 对 那你干嘛一个月 按你夫人的说法 有十五天在外面 基本上一般时候 就是朋友 有时候朋友在一起 吃饭了 喝酒了 然后嘎嘎就去KTV 然后一去KTV 也已经不想那么多了 就把所有事都忘了 忘了家 家里的还有 忘了家什么样了 那你咋过来的呢 这么多年 我就说自己坚持 自己扛 那你儿子认这爹吗 儿子基本不见爹吗 等于 认吗 不懂太亲 不怎么没法亲 早上见不着吗 你送去上学对吧 接也是你接 功课是你管 对 陪着玩都是你 对 那这个爹有和没有 一样啊 那也不行啊 其实大人倒没什么 但是孩子有时候 他也会问 也会找 对 找啥呀 那你怎么说呀 就是妈我要找我爸 我爸呢 你怎么说 KTV呢 他都不能说 那你就说 你爸爸跟我干嘛 我也不总在KTV 但是我也不总在KTV 我有时候就 平时的时候去 就是去的时候 但是闲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 我不也干活吗 对啊 这你再不正常干活 还得了了吗 这个钱都交给家里吗 那倒是交给我 但是是钱都给我了 给我了 但是必须得存起来 花的时候必须得问他 哎呀 我就是现在就是 就是说出来都挺自卑的 就是花的每一分钱都得尝他药 他同意了我才能去花 他又不同意 你工作吗 因为我不挣钱呢 我就服从他 听他听了点 你不挣钱啊 对 十年都没有工作过吗 就在家带孩子 全职太太 这个我假设啊 就是不排除一种可能 就实在也过不下去了 在让你工作 你找得着工作吗 你还愿意去工作吗 愿意去工作 我现在就想出去工作 就不想 老是想出去自己 就是找活干活搭工 然后现在他就是变得 跟你前面不一样了 咱俩掉个了 你对我的方式就是 我感觉你就一种 报复我的心理 什么叫掉个 什么叫报复 就现在他就 报复我 就是跟我以前怎么对他 他又怎么对我 那他现在怎么对你啊 他也出去唱歌是吧 他现在 对我的方式就是 洗衣服做饭 打扫尾声 他得由我去做 然后呢 然后晚上 经常回来晚 不睡觉 谁回来的晚 他也出去玩 喝酒 喝酒 回来特别晚 然后我都睡着了 睡着之后 你就回来晚了 你就别叫我了 他得让我帮他 又渴了 我得整点水 愣了 我得给坐在饭上 然后你刚睡着 又给你整醒了 陪你上这属 你说你这一天 一样不然 我明天还干活着 我怎么 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 得有个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现在他就不像以前了 就以前就完全两样 主要是他对我的要求 太严了嘛 我就想自力更生 想要出去打工什么的 你现在出去打工了 你一打工 你现在咱们就一县城 你能挣多少钱 一个女人能挣多少钱 如果我挣一百 我就花一百 这一钱我就花一千 我问问 你这么出去 孩子谁管啊 孩子不管了 有时我在家 我自己看着 有时放在别人家 他现在不行 非常懒 现在什么都不干 一天在家 我就是像大爷似的 然后有一次 我出去干活 干了也就十天八天的活吧 回来之后 我一到家 也看到妹在家 然后打电话 我说问那 干什么去了 他说去他妈家窜门 然后我去自己做饭吗 不得 我做饭 做完饭之后 我上完加棍去找碗 不得吃饭吗 一找碗 这碗都没了 二三十个碗 我说这碗怎么吃饭 这人把碗还吃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问 我说那个 这碗都放哪 他说放床底 我说碗放床底下 然后我就上床底 我周床我一瞅 也搁那个盆里的泡 全泡上了 二三十个碗 没洗 也没洗 对 也没洗 你就懒得什么时候 一起刷那不方便吗 行 一起刷方便 你慢慢 你把那碗都吃没 你先使锅吃 你使手刷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回来 我不就提前都刷了吗 你就看不着了 我不没想提前 给你打电话 你们的婚姻等于分了 前后两半步到现在 上半步叫一个少爷的传奇生活 吃喝玩乐 不管媳妇和孩子 下半部分叫一个女奴的觉醒 就一年多 你发现这样不对了 你开始让你先生做这些事 带孩子 你出去开始想要奋斗了 是吧 你还想过吗 想 真想过 想 还想改 就现在已经迷茫了 就是不知道以后就怎么 迷茫啥呀 现在就是有那个 就像他说的那种 他以前怎么使用我 我现在怎么使用他 但是我感觉这种方法 就是不对呗 想要改 你还想过吗 其实我也没想说 是跟他离婚 说想要离婚 有孩子了 为了孩子 孩子这么大了 好吧 好歹人家说了嘛 还想改变嘛 那可能是 这段关系当中 唯一有希望的东西了 什么会如何去帮助他们 抓住这个希望 或者告诉他们其他的路径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来 薄红兄 你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已经当了爹 还这么每天在外面玩 这个确实 你的家庭责任 父亲的担当 少了一点 但是我听下来 你刚才也说 希望他做出改变 你认为 你需要做出改变吗 需要 你原来是一个家庭的 干活的能手 现在自己 变成了一个千金小姐 你自己也说 这就是一种抱负 很显然 你们两个人心中 都既定着怨气 你赌气了 摔手了 他也赌气 他也摔手了 孩子怎么办 家庭怎么办 所以你们 都要放下自己 从怨气当中走出来 都要换位思考 多想想 对方的好 这个问题就解决很多了 明白吗 好 谢谢 谢谢薄红兄 来 来 雨冬 两个人都在 口口声声说孩子 看在孩子的份上 两个人其实刚才都说了 代表说 其实对面的这个人 对你来说 已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 你们现在还站在一起 甚至还睡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还有一个小朋友 对不对 全靠他维系 我说点不太一样的观点 我们中国人常说 我们要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给他一个父爱 完整的母爱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在一个天天冷战 天天见不到爸爸 或者是妈妈的 一个家庭环境里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长大之后 会是什么样呢 他对未来 对自己的婚姻 对未来 自己的另一半 都没有信心 这对于我的意思就是 在这样一个家庭 不完整 非常残缺的家庭 成长起来的小朋友 长大之后 他的价值观 世界观 爱情观 是残缺的 你们等于 是在枪害他 两个人 已经没有感觉了 你们的人生 还有大把的精力 可以去走 所谓的孩子 为他负责任 其实你们在害他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反过来 我想说一下妹子 我觉得你之前 报复之前的这段 所有的苦楚的原因 根源你有没有想过 根源是 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对等 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鄙视 因为你不赚钱 这是一切的根源 在他的内心 你吃我的 你喝我的 那你替我照顾小朋友 怎么了 你应该的 你替我打扫房间 应该的 所以你要想解决 你们之间的问题 先不管他 你只看自己就好了 找一份稳定的收入 或者是想办法找一个 能够支撑你 经济来源的营生 关键是你要有自己 要有底气 所以妹子 收起眼泪 忘掉抱负 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自己的身上 放在自强自力 放在孩子的身上 好吗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胡老师 你整个上场之后 你脸上的表情 几乎只有一种 就是尴尬 你脸上一直在 皮笑肉不笑 按说你已经报复成功了 它已经变成了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可以整天在家带孩子 可以妥协 那为什么你还不快乐呢 因为其实 是你内心也不想这样对的 对吧 对 按道理来说 如果你整个的生活 和整个一年的行为 就是为了报复 你已然成功了 但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到相反 你成功了之后 你倒变得更加尴尬 而男生脸上的表情 就是一种迷茫 他搞不清楚状况 怎么这个女人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 他以前可不是这样 其实你们的两个这个行为 都表明你们爱着对方 如果男生不爱你 他不会有这样的改变 更不可能持续一年 你要报复我吗 那索性就离婚了 反正你说我不负责任 我索性破关都破摔 但他持续了一年 他忍受了 说明他爱你 你已经报复成功 却不快乐 说明你也爱他 你也不想这样对待他 要想让自己的男人 进入角色 学会承担 忍耐是不可以的 报复也是不可以的 我相信你的这个报复方式 一定有很多你的闺蜜和朋友 教你 他不喜欢玩吗 让他尝试尝试在家 带孩子的滋味 我们自己出去潇洒 可能很多女人聚在一块 就会出这样的馊主意吧 对 但是这种方式 你可以用一个星期 甚至一个月 其作用就是让他感受一下 你们在家里的不容易 但不可能持续一年 持续一年 到最后不是把他玩死了 是把自己玩死了 但是还好 就像我所说的 你们还有爱 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报复完了之后 你始终还没有一丝快感 因为夫妻之间 不是双输就是双赢 你以为把对方 踩在脚底下的时候 你快乐吗 你不会快乐 你得不到预期的快感 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 孩子已经十岁了 因为彼此之间 还有疼爱的存在 而丈夫现在 已经有进入了一半的角色 请你不要跳戏 回归到你的角色上了 两人合理分工 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付出 和彼此之间的合作 找到一种 夫妻十年之后的默契感 明白吗 嗯 明白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自己考虑吧 还想在一起就好好在一起 这事就过了 真过了啊 你也过了 真过了啊 就好好在一起 你们要真过不去 就别了 因为过不去的未来 就是互相的折磨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谷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希望你也能改一改你自己的脾气 你也能改一改你自己的脾气 不能再继续玩下去 希望给我一次机会 这个 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好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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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之间的这个 这段十年的婚姻 血淋淋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女生其实过去是在婚姻当中的一个 我们不能说她是一个受害者 我们只能说她曾经是一段婚姻当中的一个弱势 当她想变强的时候 选错了方式 其实就是用男生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 把自己给惩罚了 她开始延续她过去的路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VD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这对夫妻会做何选择呢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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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比较忽略我 然后我就想做一些事情 引起她的注意 她现在做的事吧 我也不太理解 不太懂她是什么意思 我只想她都为我们俩考虑一下 我也不想跟她吵架 想跟她好好在一起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想跟她好好地发展下去 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的话 今后天天还是这样过日子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可能这样我受不了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 有请小郭 女嘉宾小丹 24岁 来自四川 带叶 有请小丹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怎么认识的 是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选修课 然后我们认识的 谈了几年了 四年了吧 我产了四年了 才上大学就认识了 怎么了 就是想来求助一下 求助啊 怎么了 因为我们的感情吧 还是挺可以 因为她这个职业 还是挺正义的 然后她就是平常 也挺大男子主义 然后陪我时间也少 我这边觉得 自己还是挺委屈 但是我又不能说 我觉得自己 也不能觉得 太不懂事了嘛 然后自己就觉得 挺委屈自己的 今后的日子 还是一辈子的事嘛 就不知道 该不该跟她继续下去 就发生了什么事 就该不该继续 平常就觉得 她陪我时间又少 时间少 你们是不是特忙啊 对 交警一般执行 要执行多久啊 一般上午上班比较早 七点左右吧 下午要六点过后 六点半过后才下班 要有特殊情务什么的 就是加班是不是就经常 对对对 遇到特殊了 加班晚上差久 都加得很晚 你是不是刚去啊 对去到一年都快两年了 还是个新同志 还不知道怎么面对 这个繁忙的工作 和家属投诉之间的关系 是吧 对对对 行 那个说说吧 说说委屈吧 之前我跟朋友 在一起逛街 然后呢 他下班回来 没有带钥匙 他就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那个手机 可能关成精英的 就没有听见 然后可能打了十多个电话吧 到时候看见了就给他回过去 然后他接通电话 一来就声音就特别大 当时我朋友也在旁边 然后可能估计就得听见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 当时很尴尬呀 然后回去之后 我就想着把钥匙送给他吧 然后回去之后呢 他也是直接就给我摆脸色 也是当时朋友在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啊 毕竟也不给我面子 当时是晚上 特点晚上加班的 反正没回家 第二天早上下班的 我晚上特点晚上 本来加勒班没休息好 我想到回家 他没在家 我要吃我好忘单位的 进不了门 我想休息嘛 当时我特别困特别累 我说早点回家休息 结果他打电话也不接 打十几个电话也不接 我当时就气愤了 你说你出去 你怎么的 好歹我打电话你得接啊 你知道我等会儿 要下班回来的 当时我特别生气了 当时我怎么知道 他忘了带钥匙吗 我听这件事最后 你们俩怎么搞定呢 最后我就 因为当时那个红佑 不是我们那个地方的 他过来找我玩 然后我让他当天就回单位嘛 让红佑 然后在我们那个地方休息 当晚过夜嘛 然后他当时又不高兴呢 他就直接就是也 我们就吵了几个嘴 然后他就直接扇门就走了 就这样 我就觉得当时心里挺 等于你就没让他回家对吧 给他轰回单位去了是吧 对 是吧 对 当时我肯定更生气 本来就上没进两门 然后你还让我 把我赶单位 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当时头电话 没去单位在车上 第二天我下班 我下午下班给他说了 回来了 住车里了 对 这够辛苦的了 第二天 还是我接上班嘛 下午下班才回家了 好好好 没其他委屈了吧 其他的就是平常吧 我觉得他这个工作 还是挺危险 我挺担心的 那没办法 他的职业就是这么个职业 总得有人做呀 但是我就觉得 总不能一辈子这样吧 从来开始 我还是挺理解他的 如果经常这个样子 我今后怎么过 一辈子过的日子 就提心吊胆的 平常就是赔我的时间又少 你的意思是 不想让他干了是吧 我也没有不想让他干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自己还是挺喜欢这个工作的 如果说他不干的话 可能也还可以 但是他自己又挺喜欢 我也不能不太懂事吧 所以我还是觉得 就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下去了 我问你啊 这个不干这份工作了 还能找其他的工作行吗 其他别的没干过 我反正从小就比较喜欢 这方面 你打小就喜欢当人民警察是吧 对对对 干这活是不是特威风 没有吧 反正我感觉挺正义感 我们交警嘛 就是为了他们交通安全 这些方面的对吧 你能理解他那个担心吗 理解 我理解他 但是我感觉他有一点 理解我 不关心我的感觉 这一年内 有点 给我找事吧 他给你找事 天天愿到愿到的 而且越来越有点 不关心我了 就好比上次有一次吧 我记得我发高烧 还在上班 然后后边实在烧到太厉害了 我请假回家 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请假了 生病了回家了 我问他在干嘛呢 他说在外边跟同事逛街吃饭 我说让他回来一下 因为我比较严重嘛 他当时也没有立刻回来 反正过劳很久才回来的 明白 他们其实也需要别人关心和照顾 双方家里人知道这个情况了吗 知道 彼此都见过双方的父母 对 你父母喜欢他吗 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 你其实也挺喜欢他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 怎么跟这么一个职业人相处 是吧 你评价一下 你爱的这个人 不说他这个职业 这小伙子人怎么样 你爱他什么 我才开始就觉得他挺热心的嘛 热心 对 然后也挺照顾我 照顾 对 他对我挺真心的 真心 真诚的 真诚 这不是挺好吗 又帅是吧 哎呀 那你还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就觉得挺纠结的嘛 因为我很担心他这些 好 我问问他 这个 没有因为 有点累 借口知情不陪他吧 没有吧 从来没有过 对 有时候反正下班回家挺累的 想休息一下 就没什么时间陪他 这个事我知道 你不能陪他 你有愧疚吗 有 肯定有 因为他经常跟我说 有时候他们朋友同事 男朋友陪他们一起看电影 逛街什么什么 吃饭的 我听着确实心里 有一点累疚对他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这样的职业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 也缺不了 过去我们总觉得这句话就是 你浮现在嘴边的一句话 你要感谢他们的爱人 因为没有他们的爱人 他们真的没法好好地干活 但是你真的发现 你走进这些 这群特殊职业人 身边的爱人的时候 你又也挺替他们揪心的 这就是付出和贡献 没有道德绑架的意思 就是我们就找一个方式 看看你们俩怎么能相处得更好 看看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高招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来 波红兄 你应该采访过很多 这种职业的人对吧 对 我是我们当地公安厅的 执法监督员和交警 打交道很多人 很了解他的职业的特性 所以作为你和交警谈恋爱 你首先要理解他职业的特殊性 如果交警每天正常上下班了 那么我们路上会有太多人 无法正常上下班了 他可能平时会疏忽你 但这种疏忽他纯粹是为了工作 你选择了交警 就是选择了一种和别人 可能有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成状态 如果你将来要成为一名警嫂 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我也看到这一个女孩 由于担心你 害怕你工作当中的危险 当然她也很遗憾 你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她 她是在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 她并不是不懂事 这一点你是值得欣慰的 但是作为一个大男人 你有时候到恰恰有些不懂事 做交警 在工作当中绝对不能做傻事 但是为爱情做点傻事 不会暴露你智商的 我看到你很多方面都是和女朋友较劲 顶真 她不理你 她是女人 女人就喜欢任性 就喜欢撒娇 你哄哄就好了 结果你呢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我接触过很多的老交警 老交警其实她经常和说 我亏欠家里的实在太多了 我妻子怎么生气都不为过 所以呢 她们回家 面对着妻子有时候 甚至有些无理取闹 她们就是冷 冷了以后陪笑脸 真的 就像你刚才有很多的 她做的确实有点过了 比如说陪女朋友出去玩了 你不能当着她的面 当着朋友的面生气啊 这时候你笑脸相迎 而且你心中的那种内疚 就会减少很多啊 关键问题 做警少 你要理解她很不容易的 她有时候真的是一个人 单亲一个家的 所以我们男人就是要哄她 要冷她 没有条件 没有理由 所以很简单 如果你真心的爱她 你就多疼她 你如果真心的爱她 就多理解她 交警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千万不要放弃 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你也千万不要放弃 好不好 鱼和熊掌 咱们都要 好吧 好的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光红书的分享 来 宇东 感谢我分享你的故事 大学同学交往四年 我觉得感情技术是很好的 从你们沟通当中 我觉得你们也是有爱的 而且爱得很浓 毕业之后男孩做交警了 其实男孩从一出场到现在 我的眼睛基本就没有怎么离开你 眉宇之间英姿勃发 一身上下浩然正气 你别 你是害怕在四川被拦下来 你 我觉得人民警察 人民交警身上的那种正义之光 在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非常非常的帅气 我小的时候的梦想跟你一样 我当年小的时候也希望自己成为 长大之后成为一名警察 但是很可惜我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但是你实现了 你刚才 你们两个人聊的过程当中 一些磕磕叛叛在我看来 其实都是不过耳耳 都是一些小的细节 不说小郭了 说一些你的前辈 现在在警局的前辈 他们能够坚持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我相信 内心当中多多少少 会有一个很坚强的支撑他的理由 我想来想去那个理由 应该就是 每一个了不起的交警 身后的家人 例如说你 所以我觉得 你们之间是天作之和 感情基础又那么好 你们啊 你知道啊 就是我们旁观者 我们发现一对天作之和的恋人的时候 我们比他还要着急 你们赶紧好吧 赶紧有小朋友吧 赶紧走入婚姻的殿堂吧 因为你们实在是太值得拥有爱情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爱情是美好的 美好的事物可不是翘翘脚尖 就能够得着的 人世间所有的美好都需要你全力以赴 甚至是奋不顾身才有可能得得到 所以生活中的一些磕磕绊绊 这些全部都不是事儿 也都不是很严苛的考验 毕竟还没有原则的问题 所以笑着去面对 尽量地化成你们的情意结 尽量地把它用笑声去取代 我觉得非常好 不要对未来有任何的怀疑 工作很好 女孩很好 爱情都很好 你们的未来一定错不了 好吗 都不是事儿啊 加油 谢谢 来 杜老师 其实再帅也有看腻的一天 再神圣的工作 也要每一天频繁地过去 所以其实说白了 日子要过得好 还是四个字 将心比心 相爱容易相处呢 那是因为相爱靠的是欣赏 相处靠的是接受 很多元素说起来有作用 不是我们在这儿 简简单单地说 你看人民警察怎么样啊 帅怎么样 但是在你看来 你会心想 日子不是你们过 天天在家里等他的是我 天天在家里担心他的是我 每次受委屈的是我 凭什么别的女人谈个恋爱 就可以那样 我就要这样呢 所以说白了 很多事情是说硬道的 就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嘛 对吧 你说 你有支持他的工作 你有担心他的工作 你有支持他的工作 你又没人陪 看似是无解的问题 其实问题就只有一个 他这个人值不值得你这样付出 之所以 女人支持这样的工作 多半是因为你喜欢 因为你的爱人喜欢 他说他从小就想做一名人民警察 那既然你爱的人喜欢这份工作 如果你爱他你就只有支持他 这没有办法 当然你也会说 那我都支持了你了 那你也能不能谅解我呢 别人支持了你的梦想 支持了你的职业取向 那别人也是个人 也需要疼爱 所有的付出都指望回报 所有的忠诚都富有代价 那你是不是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去想一想 也能回馈给他一点什么 我都一天都没陪他了 我还找他发贫心 那凭什么别人就要无限度的支持你呢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道理就在这搁着 今天到这儿来 索性就是个了断 他值得你付出 你就为他的职业 为他这个人付出你的代价 如果你觉得不值 或者你已经有了别的想法 那你就趁早离开 能做一名井嫂是光荣的 我们是赞美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做 我们也无权去谴责你 你不必有任何的道德绑架 好吧 你就是很简单 一个男人 事业非常重要 如果你很真爱这份事业 又要求自己的家人 来支持自己的这份事业 就请你 能够更多地体谅他对你的付出 爱情生活当中是情投意合 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就一定要将心比心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三件事啊 说三个身边小故事 你也听 你也听 我一个朋友 从一个频道调到另一个频道 正好他负责一道那个警法节目 全国非常有名的警法节目 突然之间 再约他就很难了 我说你干嘛呀 他说我调到这之后啊 酒局增多了 老陪人喝酒 你一个坐电视的陪人喝什么酒 他说你不知道 干刑警的人太苦了 我被他们拉着喝酒 我心里就不理解 人家都这样了 得空人家就让人回家呗 你跟人喝什么酒啊 他说了 我干了这个之后我才知道 警察 这个职业太难了 不是常人干的 所以人家说我们一起喝个酒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一个特别好的编导 嫁给了一个人民警察 嫁给他之后吃了很多的苦 但是他就说 我爱这个人 跟他的职业没关系 人家就嫁了 第三件事 我身边的事 我成都的姐姐 嫁了一个刑警 那刑警后来 当刑警队队长 我在没见他之前 我觉得一定是威风八面的 我想象当中啊 因为很厉害了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完全颠覆了刑警 亲人刑警 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 我们也采访过很多警种的人 也不是没采访过 天哪 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温顺的 像一头小绵羊一样的男人 在他老婆和亲人之间 就这么转 打了一场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那个姐姐 嫁了这么特殊的一个 工种的这么一个人 生活还那么幸福 因为那个人 是给到他心爱的女人价值 工作再忙 他知道 怎么去让那个女人觉得幸福 三件事 其实三个层面 我们看到的所谓高大的职业 其实都有默默的付出 而在这些高大职业背后的 女人也好 家庭也好 是最难的 如果你选择了 你付出就比别人多 同样的道理 你必须给相应的回馈和回报 如果你这样的话 什么样的女人愿意嫁给你啊 人家嫁给的是你 又不是你的职业 对吧 好了 女生啊 女生啊 要不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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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啊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刚才听了老师和主持人 我知道 有时候你挺理解我的 来我回家 像有时候给你发脾气 给你吵 确实是我都不对 以后我都改 咱们一起好好的走下去 好吗 我觉得 因为还是就是 这是一辈子的事嘛 然后 我觉得我还是挺支持你 你也多理解一下我 我会理解你的 我会 不会再像以前 回家 有时候你惹我生气啊 忽略你太少 我休息时间 多陪陪你 多陪你逛街 吃个饭 开个电影什么的 都会的 希望你能 任何考虑一下 好吗 我真的爱你 哎 挺无奈的啊 别有包袱姑娘啊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他的这份职业 还有很多职业 都是如此 他们背后的家人所承受的 是我们外人不足为道 就你看到了 你会很那个 请回听 按照 我 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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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们幸福吧 跨越一切障碍 是幸福 生活就是累嘛 换个角度 可能累就成了幸福的一部分 别让累烦扰了你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同学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倍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 我老公特别喜欢打牌 每次都下定决心要离开他 只是过几天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他 想家 想孩子 可我又不想再痛苦 再流泪 再失望 我该 我们的确不应该离开 应该帮助他 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但如果你已经人之一尽 对方依然执迷不悟 我觉得是时候 应该想想自己的路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倍诗 纯爱 放心爱 一倍诗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一倍诗的 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 是由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的 同时也要谢谢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